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很多关于特征向量可以构造很好的基或者是好的基向量 因此我们来进一步探究这一课题 比方说我们有某个变换 比方说它是从RN到RN的一个变换 它可以用矩阵A表示 所以X这个变换等于 这个N乘以N的矩阵乘以X 现在比方说我们有 A的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 这个不是总存在的 但是它经常存在 它确实有可能 我们假设A有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 我们将称它为为1为2 一直到VN 现在RN中的N个线性无关的向量 确实可以构成RN的一组基 我们已经见识过很多了 我想现在这期视频中向你们说明的是 这个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基 对于这个变换 我们来探究一下 这些向量每一个的这个变换 我把它写在这 向量1的变换 等于A乘以向量1 而且既然向量1是A的一个特征向量 它就等于某个特征值 那么的1乘以向量1 我们可以对所有的向量做这件事情 向量2的变换等于A乘以V2 它等于某个特征值 那么的2乘以V2 我们就跳过所有的这些 直接到第N步 我们有N个特征向量 应该更多 我们已经假设 A至少有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 一般的你可以改变它的大小 它们仍然会是特征向量 我们看VN的这个变换 它将等于A乘以VN 因为这些都是特征向量 AVN就是λN 这某个特征值乘以向量VN 现在这些还等于什么 这个等于这很有可能 对你来说很显然 这个等同于 λ1乘以V1加0乘以V2加 一直加到0乘以VN 这个将是0乘以V1加上λ2 乘以V2加直到0乘以所有的其他向量 VN这个一直下来 这将是0乘以V1 加0乘以V2加0乘以所有的这些向量 这些特征向量 然后λN乘以VN 这是很显然的对吧 我把这个重新写成 这个加上一串0向量 但是我这么写的原因 因为很快 我们将把它写成一组基 我们将计算坐标 利用各自的那个基 这个向量坐标是λ100 因为它是我们基向量前的系数 我们来做一下 比方说我们定义这个作为某个基 B等于集合 实际上 我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写 比方说我说那个B 我有一组基B等于这个 我想向你们说明的是 当我改变这组基的时候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 在标准坐标系下 或在坐标系 用各自的标准 基表示我们给定A的 基向量 我们把它乘以A 就得到它的变换后的结果 它也将是属于RN的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改变这组基 换基的过程中 如果你想那么走 你可以乘以C逆 就是记住 基改变的过度矩阵C 如果你想走这个方向 你就乘上C改变基矩阵 就是一个矩阵 把这些向量作为它的列 很容易构建 但是如果你从X改变基 变成新的一组基 就乘以这个逆 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如果他们都是正交的 这个等同于转置 这样的进行 我们不可以这样假设 所以这是X我们新的一组基项 而且如果我们想找到 某个变换 如果我们想找到 某个变换矩阵对于T 用各自我们的新的阵 它将是某个矩阵D 如果你用D乘以X 你就会得到这个 但是你会得到这个的B表示 向量X的这个变换是B表示 如果我们想回来 在这个向量和这个向量之间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方向 我们就可以乘C 就可以得到X的变换 如果你想沿着这个方向 你可以乘以G过度矩阵的E 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们已经强调过 或者是暗示过的是 如果我们有一组G 被A的特征向量所定义 这会是很漂亮的矩阵 也就是这个会是 坐标系上你想在上面操作的 尤其是如果你要将多次利用这个矩阵 如果你将要做这个变换 在很多不同的向量上 你将做它反反复复做很多遍 也许面对相同的 然后你可能很值得转换 就利用这个作为坐标系 我们来看一下 这实际上会很好看 很容易计算 而且实际上还是一个对角阵 我们知道这个变换 这个变换是什么 我们把它写成一连串不同的形式 我把这个向下拖动一下 如果我想写 V1的这个变换在B表示下 它会是什么呢 它将会等于 这些基项量对吧 它是在这些基项量前面的系数 我将带入λ1 然后有一串0 它是λ1乘以V1加0乘以V2加0乘以V3 一直到0乘以Vn 这将等于什么呢 但是它也等于D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写D D也是Rn和Rn正的一个变换 只不过在不同的坐标系下 D将是一系列列向量D1 D2一直到Dn 这个等同于D乘以 向量V1的B表示 但是向量V1的B表示是什么呢 这个向量 V1就是1乘以V1加0乘以V2加 0乘以V3直到0乘以Vn V1是一个基项量 那么就是1乘以它本身加0乘以其他所有的 所以这就是它的表示在B坐标下的 现在这会等于什么呢 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这个了 这写的都是一点复习 可能会让你无聊了 这就等于1乘以第一加0乘以第二加0 乘以其他的所有列 就等于第一 就像这样 我们有矩阵D的第一列 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做 我们会做很多遍 V2的这个变换在我们新的坐标系下 V2的变换在我们新的坐标系下 用各自新的基将等于 我们知道V2的这个变换是什么 它是0乘以V1加λ2乘以V2 然后加0乘以剩余的部分 它和D是一样的 第一第二一直到 一直到迪恩 乘以向量2的B表示 向量2是其中的一个基向量 它就是0乘以V1加1乘以V2加0乘以V3 直到剩余是0 那么将等于什么呢 这是0乘以第一加1乘以第二 和0乘以剩余的部分 它等于第二 我想你已经大概明白其中的意思了 我会再做一遍 这是强调一下重点 第N格基向量的这个变换 它也是我们矩阵A的一个特征向量 或我们变换在标准坐标下的特征向量 在B坐标下将等于什么 我刚才在上面写过了 它会是一串0 它是0乘以所有的这些 加上λn乘以Vn 这就是这个D1D2 直到迪恩 乘以Dn个基向量的B表示 就是0乘以V1 0乘以V2和0乘以所有的这些 除以1乘以Vn 所以这将等于0乘以D1加0 所以D2加0乘以所有的这些 直到1乘以Dn 它就等于Dn 就像这样 我们知道我们的变换矩阵 将会是什么样的 在各自心的基下 其中这个基被定义或者被组成为 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 原始矩阵A的 那么D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的矩阵将会是 它的第一列在这儿 我们把它把这个算出来 λ1然后我们就有一串0 它的第二列在这儿 第二等于这个 它是0λ2然后一串0 然后一般就是这样 Dn列将会是一个0 其他所有的位置除以对角 对角是λn 它将是特征值 对应的Dn个特征值 所以对角线将是看你将 有λ3直到λn 我们的Dn列是λn 和这一串0 所以D当我们选取的时候 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如果A有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 这个不是总成立的 但是我们可以算出那些特征向量 然后说 我们可以找到一串n 和这样的线性无关的 然后那些会是Rn的一组基 n个线性无关的向量 在Rn中是Rn的一组基 但是当你用那组基时 当你用A的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 作为一组基时 我们称这个为一组特征基 这个变换矩阵 对应各自的那些特征基 它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矩阵 这个很好相成 它很好转制 它很好算行列式 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它有大量的好处 它是一组很好的处理的基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在所有的线性代数中 我们做过的用空间和向量和所有的那些 但是一般的向量是现实世界的抽象表示 你可以用一个向量表示股票收益 或者是表示天气 或者是表示某个国家的特定区域 你可以构建这些空间 基于大小尺寸和所有这些 然后你将有一个转换 有时候我们学习一样 我们变换在本质上是 在一次增长后 某种状态变化成某种状态的概率 然后你会想应用这些概率很多很多次 去看看很多情况的稳定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不能很好的把这个解释清楚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所有的线性代数 确实是非常普遍的方式去解决很大部分的问题 这个有用的就是 你可以有变换矩阵来定义这些函数 本质上在这些数据集上 我们现在已经学过的是 当你们看到特征向量和特征值 你们可以改变你的基 以至于你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解决你的问题 我现在想起来的是很抽象的 但是你们现在有的这个工具 你们一定要弄清楚怎样应用这种工具 应用到特定的问题 比方说概率统计金融 或者天气系统的建模以及其他